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2月5號 星期一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俄國裝甲縱隊被團滅 G7歐盟擬定用俄羅斯凍結資產 幫助烏克蘭重建 A股暴跌 印度使館微博成為中國股民反賊的新戰場 沙利文暗示不排除打擊伊朗境內 中共對歐洲傾銷加劇 貿易戰恐怕難以避免 大陸暴雪堵車50小時 火車站癱瘓 列車停運 烏克蘭軍方派無人機消滅整個俄軍裝甲部隊11輛戰車的畫面 在社交媒體上被曝光 視頻中可以看到 一輛輛坦克在田野上被炸成了廢鐵 目前傷亡還不清楚 但俄羅斯內部對俄軍的無能與戰術失敗 感到失望的聲浪越來越大 根據英國媒體Metro的報導 網路曝光的畫面顯示 烏軍1月30日部署FPV自殺無人機 將俄軍的3輛T-72坦克 5輛鋁帶式兩棲裝甲車 和1輛步兵戰車炸成廢鐵 還摧毀了2輛鋁帶式裝甲車 其中1輛裝有反坦克導彈 這起攻擊是發生在俄軍去年10月以來 一直企圖攻佔的烏東盾內慈克 新海利夫卡定居點附近 安裝在無人機上的攝影機和空拍機 捕捉到了俄軍縱隊受到的破壞 當時這支俄軍縱隊正在開往烏東前線 容易遭到火炮或有針對性的無人機攻擊 第一視角的影片可以看到 多架無人機快速地飛向俄軍的坦克級戰車 另一段畫面顯示 移動中的坦克因為無人機撞擊爆出火焰 一量量被炸毀的殘骸在田野上冒出濃煙 美國商業內幕報導認為 烏軍對俄軍裝甲縱隊取得的重大勝利相當重要 因為相對低廉的無人機技術 逐漸被烏軍視為一種制衡俄軍戰場優勢的方式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茲尼1號 向美國有線天使新聞網指出 隨著技術的創新加速 戰爭性質已經發生變化 儘管俄軍在人力和武器上擁有龐大的優勢 但無人機等武器系統也在烏軍行動當中發揮著關鍵效果 掌握相對便宜且現代化的技術 能夠讓指揮官得以在任何天氣條件下 隨時掌握即時戰場局勢 麥特指出 儘管裝甲部隊的傷亡還不清楚 但這起攻擊已經引起了親普京的 一個強硬派的Telegram頻道的強烈不滿 對軍方戰術越來越失望 近日還出現了一些對烏克蘭有利的消息 俄羅斯自200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 俄羅斯央行的2600億歐元的資產被凍結在國外 美國一直在推動讓它的盟國設法扣押這些資產 莫斯科大約有1910億歐元的資產 就存放在布魯塞爾的證券托管機構 歐洲清算銀行 七國集團和歐盟目前正在討論 準備使用被凍結的2500億美元的俄羅斯央行資產 作為抵押品 給烏克蘭的重建提供資金 迫使普京開始為他的入侵付出代價 知情人士透露 根據這項計劃 烏克蘭的盟友可以使用凍結的俄羅斯資產 作為抵押品出售債務 為烏克蘭重建提供資金 支持者表示 根據國際法解決衝突的任何方案 都意味著俄羅斯需要為烏克蘭造成的損失 承擔賠償責任 如果俄羅斯拒絕賠償 烏克蘭可以對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提出索賠 幾位瞭解相關提議的官員表示 比利時政府已經向G7國家分發了這些計劃 以這種方式安排將使G7聯盟能夠為烏克蘭籌集資金 而不需要立即解決有關其他國家扣押俄羅斯主權資產理由的法律問題 另外 在歐盟27國領導人一致同意為烏克蘭提供500億歐元的額外援助之後 美國參議院2月4日公布了一項價值1180億美元的兩黨國家安全補充預算案 這個法案將加強邊境安全 並向以色列、烏克蘭和臺灣提供援助 其中大約600億美元用於支援烏克蘭 141億美元用於以色列的安全援助 24.4億美元則用於美國中央司令部和紅海的衝突 另外有48.3億美元用於支持臺灣等面臨中共侵略的印太夥伴國家 對臺軍援大約19億美元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認為 美國和盟友正面臨著來自各方敵手的多重、複雜且多地的聯合挑戰 他們企圖破壞民主體制 將獨裁政權的影響力擴大至全球 2月2日中國的股市暴跌 損失慘重的股民們湧到美國大使館官方微博下方留言吐苦水 令那裡成為了中共膽寒的反賊集結地 2月5日中國A股開盤之後跌勢持續 中共喉舌新華社一大早發了早安的問候文 被股民罵到刪文 絕望的股民們已經轉戰印度使館微博 使那裡又成為了股民反賊的新戰場 5日早盤時 大陸戶指一度下跌超過3% 申城指創業板指下跌超過4% 都再創調整新低 全市場個股下跌數量超過5000隻 當天早上6點半 中共官媒新華社在微博發文說 早安中國 向陽生長 擁抱最美的未來 早安 加油 帖文還配了一張男女運動員跳水的圖片 怨氣無處發泄的股民們紛紛圍了上來 跟帖嘲諷 還真是跳水啊 今天暴跌的根源找到了 雙倍跳水 配圖絕了 還有的人嘲諷 配了一張股市大跌的走線圖相呼應 說道 連入水姿勢都一樣 還有的人表示 這是宣傳口內奸在叫板 不一般啊 最後 新華社被迫刪除了帖文 在中午之後 A股回升 截止到收盤 戶指下跌1.02% 爆2702.19點 深城指下跌1.13% 爆7964.71點 創業板指上漲0.79% 爆1562.61點 總體上來說 個股依舊是普遍下跌態勢 全市場超過4800隻的個股下跌 超千股跌停 有消息指 中國知名的股市大V交易員小霞 在A股虧了幾千萬之後 公開對習近平咒罵 並在2月4號遭到警方的抓捕 憤怒的股民之前跑到了美國駐華大使館 官方微博的下方留言說 你們能否留給我們一些導彈 把上海證券交易所給炸掉嗎 請用外交手段來接管股民吧 天天唱讚歌 沒有實話 假大空 高質量發展 美國聽說過嗎 截止到北京時間5日下午3點半左右 留言已經達到16.3萬條 點讚達到71.6萬 這還是中共當局不斷地限制 並刪除留言 點讚的結果 在美國大使館官方微博不斷地遭到維穩之後 股民們轉移了陣地 在印度駐華大使館下留言說 三哥 我愛你 原諒我以前是井底之蛙 好羨慕印度的股市啊 好牛啊 偉大的國家 偉大的金融市場 給你們點讚 我以後再也不信國內抹黑你們的言論了 我支持你們 海外的網民議論說 無處發洩的怒火正在蔓延 最終會燒死那個黑幫組織 某日某人醒來時 發現遍地都是反賊 美軍在2號對伊拉克敘利亞境內的 親伊朗民兵組織展開報復打擊 美國官員4號透露 這次打擊所定的85個目標當中 一共摧毀了84個目標 顯示命中率高達98.8% 拜登也制韓國會 強調如果有必要的話 將會下令採取額外的措施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甚至暗示 不排除打擊伊朗境內的可能性 美軍2號對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 以及相關的民兵組織 發動了長達30分鐘的空襲 一共瞄準了大約85個目標 五角大陸官員和國防部初步的報告指出 這波報復打擊一共摧毀了84個目標 命中率相當於高達98.8%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 美方仍在評估襲擊對親伊朗民兵組織 所造成的戰損 美國中央司令部正在研究削弱對方軍事力量 和造成的傷亡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仍然無法獨立地核實傷亡人數 至於美國現在是否捲入了一場地區衝突 沙利文表示 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對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美軍的襲擊 與胡塞武裝對鴻海國際航運的襲擊是分開的 兩者是不同但相關的挑戰 沙利文還指出 伊朗當局身處大部分事件的中心 他說 伊朗對中東地區的許多不穩定因素 負有重大而惡性的責任 我們在處理我們所做的一切時 以及以色列在處理他所做的一切時 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沙利文還強調 我們不打算將美國帶入戰爭 因此我們將繼續奉行 同時遵循這兩條路線的政策 既要像週五晚上那樣 做出強有力和明確的回應 又要繼續堅持一種 不會讓美國捲入戰爭的方法 而這種戰爭 我們在中東已經見得太多了 當被問到美國是否會排除 向伊朗境內發動襲擊時 沙利文指出 不會排除在任何地方開展任何活動 但政府會做認為需要做的事情 伊朗總統萊西2號表示 伊朗不會發動戰爭 但也說會強烈回應 而沙利文4號在接受ABC的採訪時 回應表示 我只想說 從伊朗的角度來看 如果他們選擇直接回應美國 他們將遭到我們迅速而強有力的回應 在當前美國對中共幾乎關上大門的同時 中共試圖把歐洲作為救命稻草 而在這幾年 中國的鋰電池 電動車和太陽能產品 對歐出口額創下了歷史新高 有學者分析認為 歐洲正面臨著來自中國產品的大傾銷 這種情況是歐洲的資本主義歷史上 從未遭遇過的 一場貿易戰幾乎難以避免 可以預見雙方的摩擦和商業衝突將在今年加劇 德國之聲在4號刊登了華裔學者張俊華的文章 他指出 中共對歐洲大傾銷 客觀上已經打開了歐洲電動車的大門 不少歐洲的政治精英陷入一時難以招架的窘境 張俊華說 自稱是市場經濟堅定維護者的歐洲人 對中共政府的工業政策 包括補貼政策本來就不滿 現在中國的商品往歐洲傾銷 歐洲更是擔憂 2022年 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 達到了近4000億歐元的歷史性水平 如果再加上電動車等商品的全面轟炸 那麼歐洲的經濟非垮不可 他還表示 中方想盡辦法利用所謂的市場經濟的原則 將產品輸入歐洲 歐洲則被動地向修補一艘到處有洞的大船 忙於補洞 以防止海水滲入淹沒大船 由於雙方利益衝突非常的明顯 可以預見到中歐之間的摩擦和商業衝突 將在今年加劇 張俊華還推測 如果中共黨回習近平這次在博弈當中不能獲勝 這將大大增強他任期內中國經濟走下坡路的速度 這對維護他政治地位的穩定絕對不利 中國的農曆新年前夕 大陸多地持續遭受了冰凍雨雪的襲擊 許多返鄉的車輛被堵在了高速路上 有18條高速封路 車輛無限停運和晚點 僅一條高速上就有至少幾千輛車被困 有人在高速上被堵了50多個小時 崩潰流淚 還有許多車輛被臨時的拋棄 車主步行回家 在武漢 火車站也徹底癱瘓 開往北京 廣州 上海等159趟列車停運 中國公路交通信息顯示 截至2月5日8時 受暴雪天氣的影響 全國16個省區市共封閉路段210個 涉及91條高速公路 7條普通國道 20條普通省道 累計里程13831公里 在暴雪中 1665個高速收費站關閉 涉及158條高速公路 網傳的視頻可以看到 許多自駕回鄉的車輛被堵在高速路上 一眼望不到頭 2月4日下午 被困高速的車主洛先生說 自己駕車從杭州返回重慶的家中 已經在湖北的高速公路上被堵了44小時 3日下午吃過一碗麵 之後20個小時沒有吃東西 他擔心車會沒油 晚上動的實在受不了了 才開一會空調 不敢全開 怕萬一油沒了 電車在路上開不動的好多了 洛先生還說 聽說重慶也開始暫停火車運營 我們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只能盡力向前移動 湖南的一名自駕車主對媒體說 一個多小時的路開了11個半小時 路上看到許多車輛被臨時拋棄 有一些人步行回家 湖南省張家界市東部的茨利縣降下暴雪 高速路堵車 服務區被塞爆 一名年輕的男子已經被堵了50多個小時 崩潰的哭著說想回家 全國超過百趟列車停運 北京車站擁擠不堪 上海紅橋站人山人海全線停運 在湖北火車站 車站內的乘客大面積滯留 現場人山人海 武漢的火車站廣播裡不斷地對旅客喊話說 今天所有的車都走不了 請大家趕快退票 而出租車網約車都打不到 有旅客在網上發帖說 原本一個多小時的行程 卻因為暴雪滯留在列車裡15個小時 當前正是中國農曆新年前民眾返鄉的高峰期 低溫、雨雪、冰凍給返鄉的群體帶來極大困擾 外界估計 今年可能會有很多人都不能回家過年了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和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rpm 底下 若 rapid 快 us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